歡迎收看每日之點新聞 據韓聯社27日報導 美國預計將無限期延長韓國芯片製造商 三星和SK海力士在華工廠進口美國芯片設備的豁免權 多名消息人士表示 美國最早將在今週發布相關公告 詳情如何? 巴士的布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講講 在去年10月7日 美國政府是升級對中國芯片業的打壓政策 禁止美國企業對中國芯片製造商 出口生產芯片所需的設備 不過在三星和SK海力士的強烈反對之下 這兩家韓企在中國的工廠 獲得了進口相關設備的核免權 無需向美國政府申請額外許可 核免的期限是一年 至今年10月11日 本月22日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方文歸 會見了美國商務部副部長格雷夫斯 尋求美國商務部的積極合作 以解決芯片出口管制和投資補貼方面的不確定性 報道說 美國商務部將會更新經驗證最終用戶的清單 列出哪些實體可以獲得哪一種類型的技術出口 以允許三星和SK海力士 繼續獲得某些美國芯片製造的工具 一旦列入清單 無需另行申請出口許可 這意味著 美國的出口管制實際上 是被無限期暫停了 根據韓聯社的報道 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和安全局 已經與三星和SK海力士 就可以引進的設備清單等 具體的細節進行了商討 實際上已經達成了協議 一旦做出正式的決定 商務部將會通知這兩家公司 並刊登在聯邦公佈上 據報導 考慮到兩家公司的未來計劃 允許通過經驗證最終用戶 進口的設備水平 預計將會高於 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 兩家公司還指定了 可以將它帶入中國生產線的設備 針對美方可能公佈的時間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很可能在這星期內發布 但是最終通知的時間 仍有待觀察 也有人猜測 可能會推遲到下星期才公佈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正面臨停擺的威脅 對於上述的消息 三星和SK海力士拒絕置評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家 存儲芯片的製造商 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國市場 是深耕了多年 三星電子在中國西安生產 NAN 閃傳 SK海力士在模石工廠 生產 DRAM 芯片 在大年生產 NAN 閃傳 兩家公司都是投資了幾十億美金 據《金融時報》8月6日的報道 韓國國會議員兼半導體的專家 梁香智接受採訪時 批評了拜登政府的芯片策略 說 壓制中國獲取 或者生產先進芯片能力的做法 有可能破壞美國和亞洲盟友的關係 梁香智直言 美國越制裁中國 中國越努力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 並為此提供更多的國家支持 鑑於中國擁有豐富的人才和原材料 這樣將會被韓國帶來危機 謝謝Anthony 特區政府批評英國等國家 透過舉辦所謂的香港傳媒自由活動 示意就香港特區保障包括 新聞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的情況 污衊、抹黑 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強調 由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本港的傳媒環境就風采依然 一如既往那樣 傳媒可以行使自由權利 去做新聞自由 只要不違法 傳媒評論和批評政府施政的自由 就並沒有受到限制 發言人又說 本港是法治社會 一直都是跟著有法必依 違法必咎的原則 任何有關某種背景 或者是職業的人士、機構和組織 不應該就他違法行為和活動 受到法律制裁的倡議 等同給予了他違法的特權 完全違背了法治精神 實屬荒誕無稽 原方商場地底管道致命意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 今年4月份 立法會已經通過大幅提高 徵安建法例的法則 這一類嚴重的疏忽事件 如果是掌握了證據 會與律政司商討 認真考慮以最新條文的 可公訴程序去處理 罪高可業判監 兩年以及罰款1000萬元 孫玉涵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就重申 就這次事件 不會只是追究前線的責任 會一路追究到大判 逐層看看責任有多少 原方商場屬港鐵旗下業務 被問及港鐵有沒有責任 孫玉涵表示在法例下 港鐵是今次地點的佔有人或業主 工程就是聘用了承辦商 根據過往經驗 通常都是承辦商出了問題 孫玉涵表示 今次意外很罕見 會就每一宗意外吸取教訓 兩個星期內完成巡查全港的密閉空間工地 杭州亞運馬術聖裝舞步個人賽 港隊代表蕭永瑩得到銀牌 馬會馬術代表隊成員 蕭永瑩今天在杭州銅牢馬術中心 舉行的聖裝舞步賽個人項目 永奪銀牌 第五次參加亞運的蕭永瑩是上屆的冠軍 測騎馬匹馬會曉騰出戰 在自選音樂襯托之下 馬匹透過橫斜步 定點後腳旋轉 伸展跑步 前腳換轉等動作 承現放鬆以及力量性 不過期間 在一個藍邊就出現了疾步的失誤 最終在技術分和藝術分 一共獲得了73.45分 不敵一名馬來西亞選手屈居亞軍 這是他繼上一屆 在雅加達舉行的第18屆亞運會後的 第二面亞運會的個人獎牌 另一名港隊代表何婉恩 總分就是61.01 在14名選手當中排第13 香港賽馬會主席 中國香港馬術總會會長 離職後祝學蕭永瑩在亞運會中取得的佳職 他說 這是中國香港在馬術聖裝舞步賽個人項目 連續兩屆取得亞運會的獎牌 蕭永瑩的出色表現值得我們佳許 同時也很高興馬會以及馬術總會對於馬術發展 一直以來的支持 成就非常驕人 再次中心足學蕭永瑩 她一直在馬術界譜寫全期 馬會推出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以表揚用於大型運動會中 拿得到好好的成績的運動員 進一步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 而剛剛在杭州亞運會 拿下個人項目銀牌的蕭永瑩 也將符合資格透過這個計劃 獲發50萬獎金的現金獎勵 教育局表示收到40間直資學校 72間私立學校 以及66份國際學校在這個學年加學費的申請 在獲批的申請中 直資學校學費的平均加幅為4.09% 私立學校加5.41% 至於國際學校就有加4.5% 另外有7份申請不獲批 主要申請國際學校的申請 至於幼稚園方面 一直到今個月的4日 教育局已經完成審批了709間 參加過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 申請調整學費 當中九成就免收學費 至於全日制或者長全日制課程 基於政府和家長 共同承擔成本的原則 家長就要支付部分的其他費用 本學年 每學期的學費 中位數就是940元 較去年增加了50元 整體學費就仍處於低水平 美國本財政年度將在今個月30日結束 除非國會能夠就預算達成協議 否則聯邦政府將陷入停擺 白宮發言人就聲明說 警告一旦出現了這個情況 民眾出行將會面臨嚴悟的風險 聲明就說政府停擺會意味著超過13,000名 平空管人員以及5萬名交通安全官員要放無薪假 按照過往的停擺經驗 到時全美機場航班會嚴重延誤 美國旅遊協會表示 一旦政府部門關閉 當地的旅遊經濟每日損失 會高達1億4千萬美元 除了航班延誤 也會出現很長的安檢人籠 國際評級機構日前就警告 政府停擺將會對美國的信用評級 構成負面影響 白宮就表示停擺後很難繼續對烏克蘭 可以提供相關援助 美國近日宣布將5家公司 以及2個國人列入制裁名單 其中有關實體以及人士 就分別是以中國、土耳其、亞聯酋 以及伊朗為營墓基地 美國財政部負責反恐 以及金融情報事務的官員 在聲明當中指出 被制裁對象參與一個網路 協助伊朗採購製造 攻擊營無人機的敏感部件 包括提供運輸 以及金融交易方面的便利 聲明又說 伊朗向俄羅斯提供有關的武器 用於烏克蘭戰場 近日在烏克蘭打下來的一架 由俄軍操控的無人機 殘骸當中 就發現了適時的網路採購的發動機 這名官員就說 伊朗製造無人機 依然是俄羅斯 在烏克蘭發動襲擊的關鍵武器 伊朗革命衛隊成功將第三顆軍用衛星送入軌道 伊朗官方傳媒報導 伊朗今次發射的奴爾3號成像衛星的軌道高度 是距離地球表面450公里 由加塞德三級運載火箭發射 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就表示 新衛星 將會提供給現有衛星更高的解像制度 可以有更高清晰度的圖像 能夠滿足革命衛隊的情報需求 美國官方就曾表示 用於將衛星送入軌道的軌程彈道技術 也可以令伊朗發射軌程武器 可能會包括核彈頭 不過伊朗就否認美國有關這類活動 是掩護彈道導彈開發的說法 並表示伊朗就從未謀求過發展核武器 北韓通過憲法修正補充案 將核武力量、政策、明文寫入憲法 領袖金正恩強調將不會放棄核武基調 在外交方面構建反美戰線 北韓最高人民會議第九次會議 在過去的星期二到星期三 於平壤萬壽台議事堂舉行 韓聯社報道 經過審議通過之後 北韓憲法明文規定 國家作為擁核國 以保障生存與發展權 壓制戰爭 以及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 推進行武發展升級 以及武裝力量使命 在於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以及人民權益 在面對所有威脅的時候 撈個堅守社會主義制度 以及革命成果 以強有力的軍力 保障國家和平、繁榮 報導又說金正恩發表講話的時候 批評美國以及南韓 以對朝鮮動用核武為目標 啟動核資訊小組 並且重啟它有侵略性的大規模核戰聯合軍演 對朝鮮半島出動核戰略資產 令朝鮮面對的核戰威脅提升到史無前例的水平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就國會錯誤表揚納粹魯兵事件正式道歉 杜魯多在當地時間星期三表示 代表眾議院所有人對於發生的事情 向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以及烏方代表團毫無保留致欠 承認事件是重大錯誤 冒犯了當年受到納粹迫害人士的痛苦回憶 扎蓮斯基上星期訪問加拿大 並去到國會發表演講 眾議院議長邀請了一名烏克蘭裔的老兵到場 就稱讚對方是疑戰英雄 不過傳媒其後就披露了這個老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納粹的德軍服役 事件就引發了各地遊客社區 以及部分國家不滿 加拿大眾議院議長羅塔 早前就已經宣布離職 當地政府就否認事前之情 但反對黨以及傳媒 就紛紛要求他出面解釋以及道歉 每日資點新聞就說到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